欢迎收看有熊老师陪你教数学 那如果有常看我们节目的这个朋友们 应该都会发现有熊老师还蛮喜欢去推导 去说明这些这个计算方法或公式的 那因为我觉得呢 不能让学生只是被公式 那也不要让学生只是我有印象好像是这样 或者是说学生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想法 就是说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写就错啊 那如果只是因为这一些理由他记得怎么算 或他发现可以怎么算的话 那一方面其实他没有真的懂自己在算什么 那另外一方面呢 他其实很容易就会忘掉这些结论了 那所以不论是再怎么简单看起来 再怎么自然的这个逻辑呢 我们都试着推论给学生看 那一方面就是刚才的这些理由 那另外一方面呢 让学生知道其实数学是一种有道理的学问 他是可以有这些都 这这么做都是有原因的 我们来看这个 我们要接下来要教的是我们国一下学期 最后一个部分的知识就是不等式 不等式的东西 我们其实在国小有看到过 如果今天x大于5的 x大于5的话 我把它画为等式去想 不是说x大于5把它换成x等于5 不是这样子 而是说既然x会大于5 那么我就说x比5多嘛 那多多少呢 多a 也就是说x其实是5加a 那这个a是正数 这一行蓝色的这一个x大于5 跟下面这个橘色这个x等于5加a a是正数 那这两件事情其实是同样的意思 对不对 x比5大 大多少 就大啊 那至少大的那个东西会是一个正的数嘛 所以x应该是5加上一个正数 对不对 那不管这个正数是多大多小 就都可能可以 那x就会比5大了 因此我们来想想看 如果我在等号两边同加2好了 于是x加2呢 它就会等于是5加a加2 也就是这个7加a 对不对 那7加a呢 它大于7啊 因为a是正数嘛 所以7加a会比7大 然后你就会发现怎么样 x加2比5加2大 我们这里的这个7呢 就不把它写成7加a了 我们就直接写这个 5加2加a呢 它会大于5加2 因为它就是比5加2还要多一个a 对不对 那接下来 这个有熊老师的颜色很多 接下来呢 如果我们等号两边同减2 x-2 那x-2其实是5加a-2 5加a-2的话其实是3-2 所以这个3加a比3大嘛 因为a是正的嘛 所以5-2再加a呢 会比5-2大 你看这就说明了 刚才这一行就说明了 如果x大于5那这个符号 左边加2右边加2仍然是大于的 然后下面这个就说明了 如果x大于5那么左边-2 右边-2仍然是左边大于右边的 那如果x乘以2呢 如果x乘以2的话 那么2倍x它就会是2倍的5加a 也就是这个2倍5加2a 对不对 分配率 那这样子的话2倍5加2a是正的嘛 所以其实2倍5这个加2a比没有加还要大 所以这个呢它还是会大于2倍5 也就是说如果x大于5左边乘2右边乘2 左边仍然比右边大 同样的如果我们除2 这个再换一个 2分之x会等于2分之5加a 也就是2分之5加2分之a 那这个数字呢 2分之5加2分之1 因为a是正的嘛 所以它除2还是正的 所以它这个数字仍然比2分之5大 也就是说如果x大于5 左边除2右边除2 这个仍然是左边大于右边 都没有要变号 那差别就是说呢 原本它比 原本这个x比5多a嘛 如果它乘2倍你会发现 它多的这个a也乘2倍 就它多的那个部分也变得2倍那么多 如果它除以2 那它多的那个部分呢 就变跟着除以2 那跟着除以2仍然是多啊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来看最后 我们刚才讲到 如果今天我乘 或除一个负数的话 我们就乘-2 乘-1好了 就乘-1 那么 左边x乘-1的话是-x 右边也要乘-1 以这个等式来看 左边乘-1会等于右边乘-1 它是-5加a 也就是-5-a 那-5-a跟-5是谁大 因为a是正的嘛 所以其实这个-a是 变小 所以-5-a 其实会小于5哦 那你就会发现 x比5大 代表x本来比5多了那么一点点 而乘负号的时候呢 这个多的这么一点点 就变成了它-更多了一点点 也就是它-更小了一点点 所以说 这个不等式左右两边 同加同减 同乘正数都不需要变号 但是如果左右两边同乘负数 这里就要变号 那我们写 证明的过程中是这个 都写大于 没有写大于等于 如果你要写大于等于的话呢 也是可以 如果 如果x大于等于5的话 那我们在这里换成等式来说明呢 x它是5加a 那这个a呢 因为它可以等于5嘛 我们刚刚这个a是要大于0 所以如果它大于等于5 这个a其实是被允许可以等于0的 就这样嘛 所以这样也是可以用这个来推论 我们就不再多做一遍 这样大家有了解吗 希望大家都可以 这个跟你们的学生们 说明一下 这个逻辑 因为其实是蛮好懂的 那透过刚才的这个 我们说这样等号两边同运算 它是不等式 不等号的两边同运算 来去试着推导出这几题的x的范围 我来示范第一题 如果x-2会大于等于3 那就跟我们在解等式一样嘛 等号两边同加2 这样左边是就回到x了 对不对 所以x其实是 等号两边同加2嘛 所以它会大于等于3加2 5 那这个就是x的范围了 可以吗 下面有五题 都是很简单的计算 3分之x会大于2分之x 第二题是x-2大于等于2x-3 来看一下 好 赵惯例呢 在同学们练习的时候 我们来这个闲聊一下 好久没有看到熊老师了 我们这个学习都很少找他 因为要教的东西很多 那我们今天来闲聊的这个知识呢 是跟熊老师没有关系 可是可以请他做一下示范 他是一个数学上呢 有一点点有名的谬论 那讲谬论 那讲谬论 其实就是这个谬就是错误的意思 也就是一个错误的说法 也就是说我在这里 就已经告诉你 他是一个错误的说法了 那通常呢 根据尝试呢 就算我不讲他是错的 你们搞不好也会发现 他可能是错的 那尤其是我又直接讲了 所以谬论通常 他的这个核心不在于判断 他是对或错 而是想想看 为什么明明错 明明应该是错的事情 听起来会好像有点对 这个谬论呢 就是假如今天熊老师 要去追这个蓝色盖子 这个是一个会跑动的蓝色盖子 那其实原本的谬论 原本这个故事通常是人要追一只乌龟啦 不过没有差 那你可以想像他是一个会移动的蓝色盖子 那原本这个蓝色盖子呢 比熊老师还要前面100公尺 100 可以吗 那于是呢 熊老师就追他 那熊老师追这个盖子的速度呢 是这个 他一边追这个盖子一边往前跑 可是因为盖子跑得比较慢 熊老师因为很想要追到他 所以就冲很快 那所以熊老师的速度是这个盖子的两倍 我们以这个 熊老师绿色胖胖的桥 来当起点 那 他要去追100公尺前的这个盖子 他的速度是他的两倍 你们觉得会不会追到 好 也不过就是100公尺 既然他的速度是他的两倍 应该会追到吧 应该有人可以马上就算出来 多久会追到之类的 那 可是呢 我这么说 熊老师在往前跑 这盖子也在往前跑 那当熊老师往前跑 100公尺的时候 他就追到盖子了吗 没有啊 因为他在往前跑 盖子也在往前跑嘛 对不对 所以当熊老师往前跑100公尺的时候呢 这个盖子也往前跑了 那 因为我们刚刚说 盖子跑的速度是熊老师的一半嘛 所以熊老师往前跑100公尺的时候 盖子是不是又往前跑了 50公尺 对不对 那 于是 来 下一步 熊老师现在已经站在原本盖子的位置上 但是盖子还在他前面 于是呢 哎 不要跑啊 他又去追 当熊老师又追到了现在盖子的位置上的时候 盖子是不是又往前了 那 虽然说他的速度只有熊老师的一半 可是毕竟他还是又往前了嘛 对不对 那现在熊老师又追到盖子的这个位置上的时候 盖子是不是又往前了 那熊老师再往前追 他又追到这个盖子的上面的时候 这个位 现在这个位置 盖子是不是又往前了 因为他们一直在动嘛 所以每次当熊老师成功的追到盖子原本的位置的时候 盖子是不是都又往前一点点 对不对 那这样子一直下去一直下去 我们来这个做图表示 或者说我们就用这两支笔来表示 你看 每次 每次熊老师追到他就会 同时间他就会往前一点点 他又追到他又往前 他又追到他又往前 他又追到他的 他又好像追到他原本位置的时候 他又其实又往前一点点 他又往前追了一点点 他又往前了一点点 那这样岂不是有很多追不到吗 对不对 就有点这种感觉啊 那于是熊老师每次追到了这个盖子旧的位置上的时候 盖子其实都又会往 又不在这个位置上了嘛 对不对 他其实早就已经往前了 不是他追到他才往前 而是说他跟着他就一起往前 那这样子一直下去的话 岂不是永远追不到吗 这是一个谬论 就是谬论就是说 刚才的推论是说 这样岂不是会一直追不到吗 那所以可以跟大家说啦 是会追到 那刚才的这个说法 那他有存在的什么样的问题吗 大家可以想一想 来看我们刚刚的题目 这个 3分之2x大于2分 3分之x大于2分之x 刚刚第一题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等号两边同乘6嘛 所以是不是3x会大于2x 对不对 然后等号两边同-2x 所以这个 x会大于0 这样子 那这个是答案 那你假如看到有的时候 比如说选择题 他会列说这个小明解这个问题 请问哪一步出错了 如果到这一步的时候 他说等号两边同除x 于是3大于2 此题5解 对不对 3不可能大于2 那这样子解释不对的 这样解释不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可以同除x 因为x有可能是2的话 我们是不可 有可能是0的话 我们是不可以除以0的 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不可以做同除x的动作 好来看第二题 这个x-2 会大于等于2x-3 那我刚刚有提到 其实我们有点 有点像是在解方程式这样 所以 这个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动作 就是把x移到同一侧 那既然这个x比较大 所以我们就把x都移到左侧 因为如果你移到右侧到时候x是负的嘛 那这样还要重乘负号 还要在这个倒这个方向 不如就不要 我们等号两边同减x得到的是-2大于等于x2 对他减x -2大于等于x减3 等号两边同加3 所以 这个 1大于等于x 1大于等于x 那也就是说x小于等于1这样子 好 看下面这一个 x减2大于x减3 那这样子等号两边 比如说同加2 同加3好了 同加3的话你会得到 写这边 等号两边同加3 你会得到x加1大于x 等号两边同减x 你会得到1大于0 好 1大于0 1一定大于0 所以这个是x可以是任意数 也就是说你的x不管是多少他去减2都会比他减3还要多 嗯废话 包括x是负的也可以 对不对 负比如说负2-2-4嘛 他比负2-3负还要多嘛 对不对 来看下面这个 x减2如果小于x减3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等号两边同加3又同减x 你就会得到这个 1小于0 那1是不会小于0的 对不对 所以此题呢就是刚才的这种情形 所以此题呢是5减 你没有办法找得到一个x 他去减2会比他减3还要小 不会有 可以吗 好我们来看之前的这个作业 这个题目蛮值得说明一下的 这里有一个f of x g of x画在平面座标轴上面 请说明下列哪一些选项是正确的 我们要如何去判断呢 他说这个两条线交的这个点叫做25 换句话说这里是2而这里是5 可以吗 这个点是25 那么 请问 g of 3-6是不是大于0 那这个g of 3-6大于0呢 尤其我们现在学过不等式 那其实没有学过不等式你也应该可以想得到 他就是要问你这个g of 3 是不是大于6 如果他大于6的话 -6就会大于0 g g是这一条 可以吗 往下走的 往右下走的 所以g of 2的时候只是5 g of 3应该更低 所以g of 3不会大于6 好像这种以下的这些题目都是这样去判断 透过这一点是25 那3应该要在这边嘛 所以他要更低 有一种写率的概念 但是不需要真的用写率去算 来看这里 这个 g of 3-f of 3是不是会大于0 那透过不等式的运算 他其实就在问你 g of 3是不是会大于f of 3 那其实就算没有学不等式 你应该可以了解是这样子的概念 这个g of 3是不是有比f of 3大呢 刚才说2的时候是5 那其实不只是这么 不只是这样子 而且是2的时候 f of x跟g of x都是5 接着在往右走的过程中 从g of x往下 对不对 但是f of x呢 他却是在往上 所以g of 3和f of 3呢 其实是在这个2的右侧嘛 那么 其实应该是f of 3比较大 对吧 有没有发现f of 3的这个函数值 会比g of 3的这个还要大 所以其实b是错的 第三 请问f of 1是不是大于0 f of 2在这里的话 f of 1会在这边嘛 那你说我不知道f of 1是多少 可是至少你会发现怎么样 2是大于0的 f of 0 这也是他这一题解题的一个关键 就是 f of 0是大于0的 对不对 x是0的时候他的函数值是大于0的 那越右边应该是越多嘛 而且他到2的时候也都还是大于0的 所以其实1的时候他是大于0的 所以c对 可以吗 来看d 请问f of 0加g of 0是不是小于0 那同样的道理 g of 0是大于0的 两个都大于0 所以加起来应该是大于0 所以第一错 如果 再来 g of 0-f of 0 有啊 g of 0 g of 0 g of 0 g of x 只比f of x 所以1是对的 再看f f of-1有没有比2大 f of 2的时候是5 f of-1在这里 有没有比2大 说实在话是不知道的 不知道所以就不选 可以吗 不一定啦不是不是说 不是说因为老师不够厉害所以不知道 而是说你没有办法从题目提示里面来判断 所以这个就不是一定正确的 所以就不选 然后来看这个f of-2- g of-2-f of-2有没有大于0 那g of-2是多少啊 是5啊 f of-2呢也是5啊 5-5它其实是等于0 那它问有没有大于0啊 那有没有大于0 没有啊是等于0 所以没有 g不对 最后看这个h g of-2加f of-2有没有大于10 所以一样的道理5加5等于10 所以没有大于10 那 上这个这一份作业最后有留下这个 请你想一下f of x和这个f of x是x的绝对值 g of x是x加2-1加x 这两个是不是线性函数 那答案呢是这个x的绝对值它不是线型函数 因为线型函数它只会有它是一条斜直线 那绝对值x做出来的图形是画这样子的 就是说这个这个是它的图形 x是正的时候绝对值x是正的 x负的时候绝对值x也要是正的 所以它不是一条直线 所以这个不是 那g of x这个呢 我们可以经过一番的多项式的换算 x加2-1-x 所以它会变成g of x等于1 那这个画出来的图形是这样子 所以它是不是线型函数 是啦 这样 那有的学生可能会想像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真的可以去先计算完才去 把它当这个函数值嘛 其实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你x值不管是多少 比如说x假的值是2的话 2带进来吧 2加2-1加2 这里要官方要先算 那这样子仍然会是4-3是1啊 那你x是3的时候呢 因为你这个总而言之它会变成-1-x嘛 所以这个x总而言之会被减掉 所以的确 这一条式子 如果他今天有要问你说这样子这条式子是 常数多项 常数函数还是一次函数的话 那你要回答它是常数函数 虽然你有看到了一次 但是经过预算会消掉代表结果x根本不会影响到它的函数值 代表它其实是常数函数 所以同样的道理如果今天它是比如说这个x平方加x-x平方 那最后经过预算这里会不见嘛 所以 那这个f of x其实就是x 那这样子的话它其实是一次函数 假如说它的这个最多次最后多项式整合之后会 系数是0就是会不见的话 那就不能够把它当成那个是最高次 就要说它是一次函数 在这里提一下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这个是我们的作业 今天作业比较少大家练习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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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